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疫情确实一直在变化 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 一如同2019年底 武汉会员疫情刚发生时 全世界都还不知情 也还不知警惕 台湾是第一个登机检疫的国家 我们非常感谢国人同胞 大家都能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 今天我们才能安全地走到这里 而且开放国门 开放欢迎观光客进来 这个成果是很不简单的 但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疫情 我们都紧密盯住 绝不能因为我们走到一个阶段 而别人的疫情又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都会谨慎因应 移动是我们的活动区 现在也邀请我们卫兵 移动是我们的活动区 赞赞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几千年转发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